大家好 这里是MARDAV实验室 我是你的老朋友P叔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P叔看到 上期模糊式的视频 我尝试放慢了一点语速 结果就翻车了 视频拍出了重感冒的感觉 非常抱歉 从新的朋友都知道 马带有几个著名的烂木头酒店 被名为基里兰卡富士 索尼瓦夫喜 贾尼 六扇拉姆 他们师出同门 均以可持续性发展为核心价值 整个酒店均为原木建筑 和马带的自然环境完美融合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马尔代夫的六扇拉姆吧 其实这种低调奢华类型的酒店 你很难从视频或图片中感受到它的魅力 今天我会和一个马带小黑哥 小路儿一起来为大家介绍 正式开始之前 我需要向大家介绍一个 非盈利的环保组织 蓝色使命 这是由著名海洋探险家 席维亚厄尔发起的拯救海洋计划 该组织每年都会在地球上 选出一些希望点 以构建一个全球性的海洋保护网络 并推动各地建立 海洋保护区 以爱护我们耐以生存的环境 而我们本期的主角六扇拉姆 在去年10月也正式成为了蓝色使命的希望点 这也是马尔代夫目前 唯一一个获得此殊荣的度假村 从2011年开始 六扇拉姆就默默的为环境保护 做出自己的贡献 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吧 前几天汤家的火山爆发也再次提醒人们 在人类文明高速发展的同时 千万别忘了 爱护好我们耐以生存的美丽星球 话不多说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这个把环保做到极致的 六扇拉姆吧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内容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赞 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视频了 老规矩我们还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主意分析吧 请确保看到最后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六扇拉姆的任何细节了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小段酒店视频 初略了解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烂木头的特质有没有吸引到你了 我们正式开始吧 先看第一部分 显而易见 六扇拉姆隶属于六扇养生及酒店集团 其核心理念为 注重健康生活 社区责任 可持续性发展设计 和热情服务 六扇集团成立于1995年 发展迅速 其可持续性发展的特色酒店 也渐渐被人们所熟知 六扇的DNA也植入了其每一家酒店之中 其酒店也主要分布在亚太区域 除了大家熟知的青城山六扇外 巴厘岛 苏梅 马尔代夫 塞什尔等热门海岛 也有六扇的酒店 而在2019年 六扇也成为了周际酒店集团的一员 这也带来了一个好处 如果你是周际会员 现在可以用积分兑换六扇的酒店了 不过我还是希望六扇这个品牌能一直保留吧 都叫周际的话 就完全没有了灵魂 你说对吗 按照马带的习惯分进了 六扇拉姆属于六星奢华岛屿 我们先来看看岛屿的基本概况吧 先上我家官网概况图及小程序酒店介绍 迅速总结 2009年开业 拉姆还交 内飞加快艇上岛 97间房 4间餐厅 2间酒吧 公共泳池 无人岛 冲浪 海归孵化 特色SPA館 儿童俱乐部 健身中心 水上活动中心等等 我这里还是迅速略过了 需要稀看的朋友可以暂停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看六扇拉姆 位于马代拉姆还交的哪个位置吧 上微信地图 GO 先缩小一下 这里是马内 这里是六扇拉姆的位置 我们放大来看 可以看到这个岛屿很奇特 右边有一块类似于超大蓝洞的区域 周围的海浪很大 这里也是世界著名的冲浪点 看到上面那一块无人沙洲了吧 只需要5分钟船程 左边还有一个无人岛 可以作为私人晚餐的场所 我们缩小一点 周围会有一些无人岛和居民岛 我们来找一下内飞机场的位置吧 在这里 做快点过来只需要15分钟 而从马内做内飞 则还需要35分钟的时间 毕竟距离较远 上到路程确实会久一些 六扇拉姆的房型那边达到了金融的14种 除去三种双卧房型 也还剩下有11种 不过经过我的研究发现 其实总共就两种方形 沙滩别墅和水上别墅 我们先看简介图 很神奇吧 可以看到六扇拉姆的房间面积都很大 均可住两个小朋友 用现在汽车行业中比较流行的词汇 泡娃来形容 最贴切不过了 房间区别就在于位于岛上的位置 以及是否配备有私人泳池 房间内部硬件设施 几乎完全一样 沙滩别墅外加一个泳池就是沙滩泳池别墅 放在海面上去就变成了水上别墅 而水上别墅 阳台外的网床 换成泳池 就变成了水上泳池别墅 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官方地图 找到这11种房型的具体位置 所以在这里 我就为大家介绍一种房型即可 其余房型均可以套娃实现 我们有请小黑哥 下轮吧 这是Lamu Water Villa with the pool on the sunset side 在6s 其实这不是很英雄 欢迎回来 怎么样 烂木头房间名不虚传吧 虽然看起来非常质浮 但是在品质方面可毫不含糊 室外及室内领域 透明浴缸 玻璃地板 网窗 宽大的阳台区域 应有尽有 我个人建议预定最基础的房型就可以了 毕竟绝大部分的硬件 你都可以享受的到 如果你偏爱私人泳池的话 上到高级的房型当然也是OK的 六扇拉姆在餐饮方面非常豪华 以有机健康食品为核心 拥有4间餐厅 2间酒吧 以及1间冰淇淋室 我们先看简介图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5间的餐饮场所 都位于六扇拉姆的岛屿核心建筑群区域 看图片 我们先来听听小路恩怎么说的吧 我是在河湖的餐厅 这看来是真正的地方 有三四市场 一销子中一销子 超美的阴子 一销子之上的陆地 一销子和酒店里的酒店 十分钟的40个酒店和维生的味道 家人和妻子喜欢这里的生活 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京都主餐厅 这是一个自主餐厅,全天开放 拥有开放式的设计以及双层加板 让这个处理于海上的建筑显得异常醒目 这里的美食从丰富的早餐开始 晚餐则提供国际风味美食 包括了新鲜生食、烤肉、意大利通心粉 以及亚洲特色小吃 下一个是馋日本餐厅 晚餐开放 位于事业极佳的二楼 提供现代日本大阪美食 你可以在轻松随意的氛围中用餐 同时聆听海浪拍打的声音 馋餐厅下方则是小朋友最爱的冰淇淋室 全天开放 这里有着丰富选择的冰淇淋和巧克力 极具诱惑 关键它对所有客人都是免费的 任意吃不限量 接下来是Attitude酒窖餐厅 这是一个采用玻璃纤维材料打造的酒窖 收藏了300多个品种的葡萄酒 在这里享用私人晚宴的同时 市酒师也会随时为您介绍葡萄品种 年份和产地 日落时分 大家都喜欢来到七五酒吧 点上一杯鸡尾酒 享受这里别致的社交氛围 七五酒吧也位于海上 拥有几层的休息区域 甚至欣赏绝美日落 休闲聚会的绝佳场所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六三拉姆的标志性餐厅 LIF 晚餐开放 位于有机花园中 我们再次有请小黑哥 这肯定是你来六三拉姆必须体验的餐厅之一 最后是充满活力的SipSip酒吧 位于竹泳池旁 这里不仅提供各类热带饮品 还提供现烤披萨等风味美食 总之六三拉姆的餐饮不仅选择丰富 而且均选用最新鲜健康的食材 在品质上也绝对达到了出类拔萃的水准 由于六三拉姆是拉姆环郊唯一的度假村 所以它选择的自然是该环郊最好的位置 加上其多年对自然环境的保护 已经和这里的自然生物和谐共处了 我们先看沙滩 看卫星地图 可以看到六三拉姆并没有那种超级大西湖 好在岛屿四周的沙滩面积很大 特别是这个位置 酒店也经常在此举办一些活动 比如婚礼 鸡尾酒会 露天烧烤等等 想飞无人机的朋友 可以去到旁边的无人岛和沙洲 感受鲁宾逊荒岛的体验 我们再看浮浅 无人岛或出海浮浅 不在我们的讨论范畴之内 我们就看主岛 再回到卫星地图 很明显 看到这海浪就知道 整个右边这一大片区域 是没有办法浮浅的 事实上 拉姆官方给出的 HouseRave也集中在这一块区域 由于这里的珊瑚礁 位于较深的位置 所以受白话影响相对较小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 也有了保障 总之 拉姆环礁的自然环境 比较原始一些 也被六三拉姆维护得很好 但我们也能看到 无论是冲浪区域 还是HouseRave 无人岛 这里会更适合于 那些水性较好的朋友 对初级浮浅爱好者 就不太友好了 在水上活动冲浪 以及SPA方面 我们还是让小黑哥 来为我们介绍吧 有请夏诺 在拉姆 每个客人都非常特别 也就是那些 从水下游泳 这岛有最大的 马云团 有10马云科学者 他们所发生 26森在这广场 并且保存了 几个人 在这广场上 在拉姆 还有五分钟 距离 有一个 122人 在2018年 有20万云科学者 有20万云科学者 让古墙观看出的距离 Ying and Yang 一个有名的山盂 还编瘴ade 了一面的山盂 哇! the setting is unbelievably beautiful these nests are here in the lush vegetation overlooking the lagoon at the spa here in Six Senses Lama Wellness is elevated at Six Senses they believe unless all your five senses are nurtured you will not reach the balance of life visiting practitioners come and guide you through healing and holistic experiences on this island 欢迎回来 我在这里再补充两点 首先是与众不同的儿童俱乐部Den 这里除了可谓三到十二岁的小朋友们 提供室内和室外活动 电影、初级烘焙和工艺品外 最有意义的是 六三拉姆会邀请小朋友们参加海洋知识课堂 从理论到实践 在环保方面使其终身受益 其次是海归孵化 每年的三至七月 都会有绿海归在六三拉姆的海滩上筑巢 50至60天后开始孵化 如果你在这个时期来的话 可以加入到海滩上的海归团队 亲自体验小海归们的第一次生命之旅 不仅是小朋友 大人们也会超爱的对吧 最后再补充一点 六三拉姆有着一整套完整的回收系统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参与进来 特别是对小朋友 这会是一场非常生动的社会科学实践课 我们先来看看移城小程序上面给出的参考价格吧 目前全年都有12岁以下 儿童与父母同住吃住全免的活动 只需交通费用 忘记这里基本上会被欧美人占领 淡季国人的比例也不高 不睡不黑 六三拉姆淡季的性价比是真的很高 在烂木头酒店中也是最亲民的一个 喜欢这种类型酒店的朋友不容错过 如果你是家庭游客计划暑期来的话算好日期 如果能看到小海龟的话就算值回票价了 总的来讲 六三拉姆在中国注定不会是一个流量热门岛屿 但绝对是一个保障岛屿 如果你是水性很好又热衷冲浪咸水的朋友 这里肯定可以考虑 我们来看看小路文对六三拉姆的总结吧 在此游行小黑哥 Six Sense's Lamu is proudly the only resort here at the exclusive settings of Lamu Atoll. It is definitely out of the ordinary. The eight-foot yin-yang surf break makes a huge difference for world-class surfers. Your gem, the butlers, here are discreet and take care of you without you knowing it. The house reef is behind me with this overwater facility giving you stunning views of Lamu Atoll. Six Sense's is sustainability and wellness embedded to all your senses. 欢迎回来,再次感谢小路恩为我们带来这么多有用的信息, 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去到马代找他,他做的酒店维洛格非常棒,我要向他学习。 从视频或图片中也确实很难把六三的各个方面都介绍到, 希望在选导方面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去过六三Lamu的朋友也希望你能把一些真实体验分享给到大家, 在视频下方留言吧,这对我们会非常重要。 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可以移步到我家B站搜索六三, 那里也会有一些六三的酒店视频分享给到大家, 记得我们的宗旨做自己的马代专家喜不喜欢自己说了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你们喜欢,想持续看到更多的马尔达夫干货信息吗? 请关注我,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马尔达夫者吧! 这里是马尔达夫实验室,我是医生毕书,我们下期见,拜拜!